郭婷瑩郎 ? 周婦瑩郎 投影 有一點 也不是麻煩 就是它需要有一些推理 就是類似像我們在學數學啊 或學什麼其他東西 就是一樣都會有一些所謂的邏輯推理的東西 那當然要進行這些邏輯推理之前呢 要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所以我們先來談一下一些所謂投影集合學的一些基本的東西 好 這個概念是誰發明的 是法國人 那這個叫 叫Gaspar Munch 他是數學家還有今天什麼軍事工程師 這號人物他發明的這個所謂投影的概念 那其實法國人還蠻厲害的 今年的那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 知道是哪一國人嗎 這是法國人 那以前經濟學得主好像 諾貝爾的經濟學獎得主 好像聽說連了好幾十幾年都是美國 都是美國 今年也是法國人 那法國 其實這國家也蠻特別的 以前聽說啦 因為我那邊正好有位法國學生 那聽說以前18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科學正好在發展的時候 以前的 我們現在很多的書籍或期刊 就是論文期刊 都是用英文嘛對不對 那英文反正現在是國際語言 那但是在18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的 所謂的重要的那個科學的論述著作 都是要用法文發表 所以那時候很多期刊都是用法文 那代表法國那個時候其實是非常強勢的 對啊 代表他們的科學研究在全世界呢 現在是佔非常重要的舉足 輕重的地位 那只不過當然因為對不對 隨著歷史演進 那歐洲的這些 兩次世界大戰之後 現在變成美國 就以英文為主 但是法國其實他們在 許多科學研究上面 其實還是非常的強 那像這個投影 投影就是這個 這個Gospin Munch 它發展出來 那當然 就是說 我們其實一直提過 我們今天探討的這些圖學 大概就是 原來它都是一些立體的物件 空間中一些立體的物件 或是一些空間中的物件 那這些物件 我們要把它轉到平面的圖紙 那平面的圖紙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2D 就是二維的 那從3D的要轉到2D的 這就是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有一個 類似要轉換的空間嘛 要一個轉換 那我們怎麼樣利用投影 那投影的概念 大概我們待會看 投影就是用光嘛 打上去之後 然後呢 打到一個平面 那平面就是2D的情況 那這樣的話呢 它怎麼樣去表達 它的形狀 還有他們的這個 彼此之間的關係 這就是一個 投影幾何學要談的東西 所以 Anyway 這個 就是這位法國的科學家 發明在那個概念 那 所以我說 我們在做工程圖學 當然 投影是一個最 fundamental的東西 所以我們當然 一開始就先談 所謂的 投影幾何學的東西 好 那什麼叫投影 投影當然主要是靠光線 概念就是光 從光線的概念去看 那當然你也不當成光線 就當成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 就是投射的概念 就是說 今天我們要觀察一個物體 那這個 在觀察的 這個物體跟觀察者之間 我們放了一個 就是假想的 假想的 有一個叫做透明的平面 那這個透明的平面 當然 它因為是透明 所以光才可以穿過去 那這個假想的透明的平面 也許就講到 就投影面 就是一個投影面 那把它放在物體跟觀察者之間 這個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說 我們把它放在物體的後面 那這個是都不同的一個擺設 不同的一個設置的一個方式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用光線也好 或者說 我們人去觀察這個物體 透過這個所謂的 投影面去觀察這個物體的時候 我們假設就是有發射一些射線 就是有一定 投影 那這投影其實就是一個射線的概念 我們把 不管是光也好 或者說我們人的觀察的 觀察的那個目光 然後呢 把這個 這樣的一個概念 把它投射在 觀察的物體的什麼 輪廓 那這個輪廓當然可能 如果是 如果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正方形 那它可能就有四個角 那我們可能就觀察那四個角 那當然把四個角連起來 就變成是一個正方形的輪廓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利用這個概念 把物體的輪廓呢 利用點 投影到這個假想平面 那這樣子的話 再把平面 投影面上的這個 個點把它連起來 就變成一個圖形 所以就可以變成是 在這個假想平面上就有 有一個形狀就產生了 那 所以這概念大概就是 就是很簡單 就是類似我們 也許以前 小時候在看 就說 隔著一個什麼東西 去看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穿越過 那這個 變成在這個 穿越過的這個 不管是 圖紙上 或什麼 所形成的一個影像 這個概念就是所謂叫投影 那 投影 有很多 因素要考量 那像這些就是 主要四個因素 大概知道一下 就是 視點 那視點當然就是 過名思義嘛 觀察的位置 光源或者是觀察者的位置 這個叫視點 那另外還有視線 那視線就是 我們從我們的視點 跟我們的物體之間的那個 輪廓的邊緣 的連線 這叫視線 那另外還有 projection line 就是投射線 那投射線就是 這個 視點跟物體之間的連線 投射線 那還有一個投影面 projection plane 那這個是 就我們剛剛說過 放一個透明的 平面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幾個是一個 主要的因素 那 簡單的來看 就是從圖形上來看 你大概 我們剛剛說過的 那幾個方式 就是你可以擺這個 這個 一個虛擬的 透明的一個平面 你可以擺在 你的觀察的物體 跟你的視 觀察點 這個中間 這是一種方法 這是一種方法 那另外一種方法 剛剛說過 就是把這個投影面 擺在後面 誰的後面 擺在這個觀察物體的後面 觀察物體的後面 所以這是兩種 不同的一個擺設方法 那另外 另外 還有一個 要注意的就是說 假設 我今天 有一個視點 這個視點 就是它是一個固定的點 從這個點 我會去發射一個什麼 投射線 然後跟我後面 要觀察物體的這個 輪廓的邊 輪廓的邊緣 像這些點 去連起來的 這個叫投射線 所以你看 這樣的一個投射線 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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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 產生什麼 這投射線 跟我的投影面 會產生這個焦點 這個焦點 這個焦點 因為這邊 假設因為是三角形 所以你有三個投射線 那三個投射線 跟我的投影面 就產生三個焦點 那這三個焦點 把它連起來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我 由使用者觀察到 這個 後面這個物體 它呈現在這個 投影面上面 的一個形狀 那 這個 這邊 有幾個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 如果在圖形上 畫的時候 通常 就是說你真正的 幾何的元素 我們這個 像三角形 有三個點 我們就是用大顯的ABC 對不對 那投射在 投影面上面 對應的這個點 就是我們從四點 穿越過 穿越過 投影面所產生的 這個焦點 這個 這個焦點 其實這個小 這個點就是對應大A 對不對 那這個焦點 我們在投影面上面 就把它寫成小寫的 所以 實際物體的編號 或是標號 我們習慣是用大寫 這是這個 大家約定俗成的寫法 你不要問為什麼 為什麼叫大寫 為什麼叫小寫 這裡沒得爭論 這個人家 那前人就是這樣規範 我們就這樣做 就對了 所以 實際 空間中實際的元素 用大寫的符號 那 經過投射 經過投影 在這個投影面上面 這個對應的物件 的點 它就是用小寫的符號 這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寫法 所以這是一個 那另外 剛才 而且這邊剛才看到說 有試點 那這個試點 如果假設跟我們的 投影面 就是不是太遠的話 那我從這試點 發射這個什麼 發射這個視線過去 跟我的觀察的點 相連的這個結果 它會形成一個 怎麼講 就是說在這邊的情況之下 它這個三角形ABC 在投影面的三角形ABC 跟我實際的ABC 當然它的大小 就會有點怎麼樣 就不一樣了嘛 它就會有些 被怎麼樣 縮小的感覺 好 所以這是一種投射的方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 視線 假設我們今天人 沒有站得非常靠近 像這邊 假設我的投影面 在後面 那我的觀察的物件 是在這邊 在這邊 那我人是在很遠的地方 那在很遠的地方 我發射這個 就是它遠遠的地方 還是一個視點 但是這個視點 是無限遠 那無限遠的話 你看 看過去 從這個視點 你把它拉到無窮遠 無窮遠 無窮遠 你再去看它的那個 三角形三個點 那它的視線 會怎麼樣 會有什麼效果 視線會有什麼效果 就像 假設今天 這個 這個當然也 不知道 你看如果今天是太陽 太陽離我們很遠 那太陽的那個光線 你覺得它 它會有 它照到你的位置上面 會 這樣還是感受不出來 但是它是投影 太陽光的光線 照射進來的情況之下 它是不是類似 它是有點 它的光線是平行的感覺 而不是說 它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角度差異或什麼 類似這樣 所以當你的視線 如果 視點如果拉到無窮遠的時候 你的視線投射過來 感覺上 那每一個視線 假設對這三個點 來看的話 它可能幾乎都是平行的 這個距離拉遠 那個光線 就幾乎是平行的感覺 所以 這個時候 這種 產生的結果 就跟剛才的這個結果 會不太一樣 因為 剛才的視線 會是有 有角度的 有變異 那接下來 這個如果在無限遠的地方 你的視線 就會變成類似平行 那類似平行的話 那 它所投影出來的東西 可能跟你 比較靠近一點的地方 的視點 所看的東西 它所投射出來的 投影的結果 都不會一樣 都不會一樣 所以 所以這會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們的投影 我們的投影 會有兩種類型 會有兩種類型 一個就是可能是 比較近的觀察位置 一個是比較遠的觀察位置 那 比較近的呢 它就會是 我們其實 帶回一個名詞 它叫透視投影 它叫透視投影 那 比較遠的呢 因為它的視線 是彼此平行 所以這個是一個叫 平行投影 一個平行投影的概念 那 不同的投影的方式 所得到的投影圖 都不一樣 那我們 一開始先學 比較 常用的 就是平行投影 那我們 學期最後會再來 談這個透視投影 談透視投影 那這兩個圖 畫出來的結果都不太一樣 好 所以這是 一個 但是 但是最重要的是說 你們以後在畫圖的時候 要注意到 這個物 實際的物體的大 就是它的標號 一定要用大寫 那 在投影面上一定用小寫 這個是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好 所以 按照我們剛才的那個概念來看的話 所以我們投影大概分成兩個類嘛 就是因為看你的 你的視點所在的位置 所以會分成叫 parall parall就是什麼 平行 平行投影 那另外一個叫做 perspective perspective就是透視 透視投影 那這兩個說過 畫出來不太一樣 好 所以這邊其實我們剛都已經先談過了 所以平行投影是什麼 就是你的觀察者 站在無窮遠的地方 然後呢 那時候你的眼睛 觀察到物體的連線呢 它會互相平行 這個叫平行投影 那透視投影 是比較近 所以你的視線會交在一個點 視線不會是平行的概念 那這樣的話 就會得到一個 透視投影的東西 那 因為透視投影比較特別 它會 所以這個時候呢 因為平行投影 反正它的視線都是平行的 所以因此呢 沒有什麼影響 就是你的視點遠 可能就已經很遠了 所以沒什麼影響 那透視投影 這時候因為它的距離遠近 就是說你的 你的那個視線 距離那個投影面的遠近啊 還有它的位置等等 都會影響到你的畫的那個 投影圖會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透視投影 它會比較有變化性 那平行投影當然就是很固定的 它的光線都是平行 那當然 想當然了啦 平行投影一定比較簡單 我們就先從簡單的先學 困難的呢 困難的晚一點再學 但是困難的其實也蠻好玩的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在畫很多圖 畫很多這個 這個3D繪圖 你要讓它看起來有立體的感覺 很多大概都是用透視投影去畫 因為透視投影比較是符合 我們人真正在看物體的 看物體的一個結果 那平行投影呢 有點類似是一個 好像一個概念性的敘述而已 所以反正這兩個我們 在這個課各位來教 那這個是另外一本書裡面的圖 比較稍微有彩色漂亮一點 自己也沒什麼啦 反正意思一樣 四點無雄遠的時候 得到的這個就是什麼 平行投影 你的視線 然後穿過投影面 然後這是你本身的觀察的物體 那透視投影在這邊搭過去 真正的觀察物在後面 那這時候剛說過你的眼睛如果遠近 眼睛對距離頭裡面的遠近 或者是說你的頭裡面距離眼睛的遠近 假設觀察點不變 那你的頭裡面再調整 那你看看它的這個 根據幾何的概念 它的什麼 投影出來的大小是不是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不同影 透視投影 所以它會比較有立體的效果 因為它會根據你的遠近 會得到一些不一樣的結果 這叫透視投影 所以先知道 我們有所謂的平行投影 有透視投影 那平行投影還有再進一步去分 去分成什麼 斜投影跟所謂的正投影 或叫垂直投影 那斜投影 那顧名思義就是 你基本上你的投射線 投射線基本上還是平行的 但是這時候你的投射線 跟投影鏈的關係 它不是一個垂直的概念 那當然不是垂直的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斜投影 就這麼簡單 那反過來 如果你的投射線是正好垂直我投影面 那當然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垂直投影 會叫正投影 那我們接下來要花比較多時間看的都是什麼 都是這種叫正投影 正投影就是很方方正正的 所以最簡單 那它也最容易去 因為我們有時候投影要去代表 要從投影圖裡面去代表 這個物件的 物件的形狀 它的尺寸 所以你用正投影 最能夠去呈現這個 這個所謂的物體的形狀的那個結果 所以正投影其實是 一般來說在 比較 一般機械製圖也好 或什麼製圖上面來說 其實是用最多的 那接下來這邊有幾個特性要注意 特別是正對平行投影的部分 因為這些特性 所以我們以後在做空間推理過程中間 都必須要注意到這些 這些性質 因為這些性質會 會跟我們以後的推理會有點關係 首先第一個要談的叫做什麼 同數性 同數性 當然這是翻譯 顧名思義 就是說 你原來你的空間物件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你經過平行投影之後 它還是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 空間中的物件當然我們現在會談的點線面為主 點 線 面 一個點 一條直線 一個平面 那你的點 經過平行投影當然還是點 這不是廢話嗎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那線咧 當然一般而言 線的投影當然還是線 你的平行投影不會因為 或是你的 平行投影或正投影 不會 因為你的今天的線 是一個空間的物件是一個線段 結果投影出來變成是一個平面 會不會這樣 應該不會啦 所以 點 然然是點 線然然是線 那當然有沒有例外 什麼情況會例外 什麼情況會例外 垂直 誰跟誰垂直 線跟我的平面垂直 那這樣的話 投影就變什麼 就變點 這個大家都很聰明 這個很簡單 那這裡以後我們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端式圖 好 所以 同數性 那當然大部分都還是維持 同數性 當然有些例外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重屬性 重屬性 重屬性 重屬性就是 你如果原來是屬於某一個物件的 經過投影之後 它還是在那個投影的物件上 就像說 假設有一個點 它今天是屬於某一個線段 那經過投影之後呢 經過平行投影之後呢 這個點 會不會跑掉 會不會歪斜 跑到那個地方去了 應該不會啦 這個沒這麼厲害 所以 經過投影之後 你的點 如果原先在空間上 是屬於某一個線段 經過投影之後 那個在投影面上的 對應的點 還是屬於那個什麼 投影之後的那個線段的點 所以 像 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你原來如果有一個BC線段 今天這個不管是斜投影也好 或正投影 你的BC線段 裡面有一個D點 經過投影之後呢 大B變小B 大C變小C 那大D呢 變小D 這是它對應的點嘛 對不對 那你的小D絕對不會跑到外面去嘛 這個叫重屬 就是它會跟它 就是 就是 對屌屌啦 永遠是跟著它 跑不掉了 就是這樣 剛才這個是A對小A 這個當然是線對線 點對點 這個是它的同數性 那這個是重屬性的概念 所以同數性 重屬性 這是兩個 這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來還有平行性 平行 你兩個直線如果是平行 在空間中是平行 像這個大A跟大B AV這個線段跟CD這兩個線段 它如果在空間中是平行 那經過投影 平行投影 這邊是平行投影 平行之後呢 得到的投影面 上面的小AV線段 小CD線段 這兩個呢 也一定是平行 那另外還有一個定比性 定比性就是 直線的比 就是說 像這邊一樣 好 你原來這個線段上面 BC線段有一個點D 那你的BD這個線段 比BC這個線段的比例呢 經過平行投影之後呢 它的這個投影出來的 小BD 對於小BC 這個線段的比例 跟它這個原來 在空間中是一模一樣 好 所以這個叫電比性 這些看起來都很 很很 straightforward 對不對 沒有什麼嘛 好 好像就是這個 沒什麼意思 但是這個以後 我們很重要 不要小販這些小東西 這些特性 其實以後 在空間推理裡面 會用的很多 好 那還有一個叫輕視性 輕視性 那輕視性 跟剛才的點類似就是說 呃 你的平面 平面大概經過這個投影之後 如果你是L型的圖 L型的平面 L型的一個平面 那經過投影之後呢 它其實大概還是一個 類似L型的 類似L型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相似 輕視 雖然它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跟它一樣 但是它的 Sipularity 就是它很有 很有相似的那種特性 好 好 所以大概這個是平行投影的幾個特性 那 接下來當然 當我們說有例外的情形 對不對 例外的情形 這幾個例外的情形 就是以後也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以後我們在做這個 空間的 推理的時候 可能都會需要用到這些幾個特殊的情況 所謂的特殊的情況 就是你的物件跟我的投影面的關係 如果是特殊的位置 特殊的位置 一個就是什麼 不外乎就是垂直 不然就是什麼 就是平行 那垂直呢 我們剛說過 如果你是直線 直線它如果垂直我的投影面 那它的這個正投影呢 當然就會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一個點 那這個點 所以我們把它這個叫做什麼 端式圖 端式圖 那另外如果是三角形ABC 原來我們說過它經過投影之後會怎麼樣 它還有一個親似性 對不對 它應該還是三角形 但是如果你今天這個三角形 這個平面正好是垂直我的投影面 那你投影出來結果就變了 變直線了 所以這個是 那這兩個圖都叫什麼 就叫端式圖 就類似我們從一個很固定的一端去看它 就叫端式圖 好 這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第一種 那第二種 那第二種叫平行 如果我今天的這個物件呢 跟我的投影面是平行的話 那我經過正投影 我可以在投影面上 直接看出它的什麼 這個物件的實際的長度也好 或是它的實際的形狀 那就跑不掉了 就很簡單 所以它的True Lens跟True Shape 就可以經過 如果你能夠把這個物件 變成是跟投影面平行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很完整的呈現它的實常跟實行 所以這個是 特殊的情況之下 會得到這樣一個結果 好 所以 這幾個是 大概投影 平行 特別是針對平行投影的特性 好 那這個 就是所謂的實常跟實行 就是說如果這是平行 L型是平行我的投影面 那經過正投影下來 你得到的這個就是它實際的形狀 那AV線段如果平行我的投影面 那這個小AV線段 就是跟我的大AV線段是一樣的長度 這個叫實常跟實常 所以把它分類起來 把它分類起來 就是說我們的投影呢 經過分類之後 它可以分成平行投影跟透視投影 那平行的意思就是剛剛說過啦 投射線是平行 那透視呢 就是它會 會怎麼樣 會聚合在一點 那透視投影又分成 一點透視 兩點透視跟三點透視 這個 一點透視就是說 它有幾個觀察點 就是以後 我們大概主要是看一點透視 一點透視它就有一個觀察點 那你如果有兩個觀察點 有三個觀察點 當然它會讓它的物體會更立體 所以Anyway 這個以後我們會看到 它會叫 主要是一點透視 那當然這個 透視 不管是幾點透視 它最後畫出來叫透視圖 那另外 回到平行投影這邊 它有所謂的 垂直投影 或叫正投影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叫斜投影 那斜投影 這個我們不看 斜投影大概這個是 比較特殊情況才用得到 那投射線跟我的投影面 不是垂直的 叫斜投影 那我們看的是 垂直投影 或叫正投影 所以它的投影叫正投影 或者叫做 另外有一個叫立體正投影 那我們會看的正投影 又分兩個方式 一個叫第一向線法 還有一個叫第三向線法 那當然代表它觀察的位置是不太一樣 這個以後我們會再看 那不管怎麼樣 不管第一向線或第三向線 這個正投影所畫出來的圖 當然就叫正投影圖 那當然又分為第一向線法 第三向線法 那立體正投影 立體正投影 立體正投影 一般比較偏像機械刺圖 他們在用的 它是把一些立體的物件 小物件 它怎麼樣去把立體投影畫出來 它包括等角二等角不等角投影 所以這是立體正投影的圖 這個部分我們可能會稍微看一下而已 不會很仔細看 但是我們主要會focus在正投影的 所謂的第一向線跟第三向線投影 OK 好 那剛剛有提到向線 向線 向線的這個概念 大概從 是不是國小就教 什麼向線 地級向線 對不對 好 那 當然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向線 我們首先來看 為什麼它發展不同的向線 就是如果你只有一個投影面 你只有一個投影面 那投影面 像這個例子是什麼 這邊要告訴你什麼意思 你們看得出來 這邊有三個點 這三個點 正好 共線 共線 就是同一條直 正好跟同一個直線 所以這三個點 它的 呈現在投影面 都是同一個點 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如果只知道 只有一個投影面的話 那 你這個點 小A這個點 其實它對應上去 可能有無限多個點 那你不曉得這個小A 到底是對應裡面的A 大A 還是大A1 還是大A2 對不對 那你如果只有一個點 只有一個投影面的話 一個投影點 當然你沒辦法去判斷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所以 當你如果只有一個投影面的時候 你所面臨到 它比較沒有辦法去詮釋 它 空間中物件的 這個 的位置 所以 這是一個問題 那像這個也是一個 那如果是更立體的物件 那如果是更立體的物件來說 你如果一個投影面 那這邊一個 這邊有兩個形狀 兩個不同形狀的物件 你投影在這個投影面 結果都是一樣 所以你也無從去分辨 到底是什麼 這個投影 空間中的物件 到底是長的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今天看 透過投影面 透過投影面 其實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最後是希望 把所有的圖 都畫在投影面上 然後再從投影面上去 能夠反推 反推什麼 空間中它的這個物件 它到底它的 它的尺寸也好 它的大小 它的形態 那你如果只有一個投影面的話 你基本上 你沒有辦法很充足的去反映 你空間中物件的 它的這些所謂的特性 所以一個投影面是不夠的 一個投影面不夠 當然 就把它再加一個投影面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 至少如果有兩個投影面的話 效果會不會好一點 感覺上應該是會好一點 好 所以 這個時候有兩個 投影面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有系統的去分割它 這兩個投影面不是隨便來的 這兩個投影面呢 它是互相要垂直 投影面要互相垂直 所以 而且互相垂直的過程中間 我們又把它特別分為 有一個是直立的 Vertical 有一個是Rental 是一個水平的 那就把這個整個空間分成 因為兩個投影面 它彼此垂直 然後一個是直立的 一個是水平的 那所以呢 我就把整個空間就分割成什麼 分割成四個 四個向線 就這樣 那 所以這個 這個水平投影面 我們以後把它叫做H 或叫HP H或HP 那直立呢 Vertical就叫做VP 這邊都是寫的V或H 那 直立的跟水平的 這時候相交會產生一個交線對不對 這個交線呢 叫做基線 叫做GL 簡稱叫GL 叫基線 那這個基線當然 就是他們的兩個交線 那同時這兩個投影面 把我的整個空間分割成 第一向線 第二第三第四 那四個向線大概怎麼看呢 反正 我們待會兒 好這邊有寫 這四個向線裡面呢 大概水平投影面的上方 就是說 我們大概還是會分 水平就是有上下嘛 那直立呢 就有什麼 前後嘛 所以上下前後這樣去分而已 所以第一向線當然就是 水平投影面的上方 直立投影面的什麼 下方 前方啦 直立投影面的前方 那第二呢 就是一樣上方 直立投影面的上方 直立投影面的後方 這個是第二向線 一此類推 所以我們會有四個向線 那四個向線當然 因為我們剛說過 因為是因為 我們原先 只有一個投影面不夠 所以我們需要兩個投影面 那兩個投影面 它基本上是立體的啊 因為它有分直立跟水平 對不對 它有分直立跟水平 那直立跟水平的話 直立跟水平它是兩個 是立體的啊 那我們今天要畫的 我們要把投影面畫在圖紙上 圖紙是幾圍的啊 二圍的啊 那你原來的投影面 這樣是立體的 所以立體的 你就要把它轉換成二圍的圖紙上 可以去呈現的 所以這時候呢 就必須要動一點腦筋啊 你原來的實立投影面 跟水平投影面 這樣交起來是立體的啊 那這個立體的東西 你要畫在圖紙上 你等於變成 如果要畫立體圖 那也很麻煩啊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把這個原來立體的啊 立體的投影的 這個投影的一個system 現在能夠想辦法把它轉換到 到二圍的圖紙上可以去做的啊 那這個時候怎麼去做它呢 這個就是 利用旋轉法啊 就是我們剛剛說過有一個基線對不對 直立投影面跟水平投影面有個基線 這個基線你就把它想像是類似 它是一個旋轉軸啦 旋轉軸 那我今天投影 原來這個物件在這邊 投影到直立投影面是這樣 在水平投影面是這樣 那我今天為了要把這個 投影出來的結果 畫在二圍的圖紙上 所以呢我會把什麼 基線這邊做一個旋轉 旋轉完之後呢 它的這個原來的後面 水平投影的後面 就拉到跟直立投影面上面是一樣 然後呢 水平的前面 就是說在直立投影面 前面的這一段的水平 它就往下壓 那壓下來的結果呢 它就會變成重合嘛 重合就變成是一個長方形 那這樣的話 這個長方形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二圍的 這就是二圍的 所以原來你的立體 立體的投影是 兩個 兩個的這個 我們現在談的都是正投影 要先搞清楚是正投影 那所謂的正投影就是什麼 正投影就是說 像這個原來的直立投影面這樣 那你的正投影就代表你的光線 或者你的視線是什麼 跟我的直立投影面是垂直的 所以它得到的正投影是在這邊有一個正投影 那在水平這邊呢 是光線是怎麼樣 光線是垂直我的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的正投影 另外一個正投影是在這邊 對不對 那但是這邊這兩個投影面 我們現在的圖 我們要把它畫在一起 因為在這個 原來的投影系統來說它是立體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把它畫在同一張圖紙上 所以我們說就把它旋轉 旋轉回來的結果呢 這邊就會中間有一條基線 對不對 那這條基線上面代表的 因為我們從這邊看是Vertical 看是Vertical 那旋轉壓下來的結果 下面就是什麼 就是Horel Rental 就是水平的 所以 這條基線的上面 就叫V Vertical 下面呢 就叫做H 所以 那你把原來的在V的投影圖畫在這邊 H的投影圖畫在這邊 那這樣就會得到我們所需要的 把二維的 把立體的這種投影系統呢 水平投影 實力投影 就把它轉換到圖紙上來 那這樣的圖呢 這樣的投影圖呢 你要能夠 我們接下來要有能力要做的是 你要看這個投影圖 你能夠反推 什麼 反推它在空間中的這個立體圖的 的一個size 或是它的一個形狀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你立體圖當然 空間中立體是這樣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這個投影圖 那你要從這個投影圖 你要可以看 告訴我 這個物件它到底多高 它到底 多深 或者是它的寬度是多大 你就變成是要從這個投影圖裡面去什麼 去反推 去反推它的這個尺寸 或是它的空間中的位置 看起來不難 看起來不難 但是有時候要推半天 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卡關的情形 而且會卡得很嚴重 這完全就看你們自己的邏輯思考 特別是空間的判斥邏輯思考怎麼樣 那這個是二維的 這個是兩個 兩個 兩個這個所謂的投影面 轉換 經過這樣一個旋轉之後 變成是一個所謂的立體 變成是一個平面 二維的平面 的結果 好 那當然這裡面 有幾個地方 待會我們也會談 就是說 其實它 有些特性 包括你想想看 它這條線 你雖然是個別的投影圖 畫在個別的 Vertical 跟Rental 但是它這邊的連線 你們看到 它都會有一些 直線去跟它做項連 所以那有些輔助線 你要必須知道 它是怎麼樣去連出來的 我們待會還要再看 所以 像 如果畫得比較漂亮一點 就是這樣 就是你如果是一個立體的物件 它原來各自有各自的投影 對不對 那你經過這樣旋轉 旋轉就是沿著主機線 這樣去旋轉 旋轉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 把它的Vertical的投影圖 跟它的Rental投影圖 就個別畫在同一張圖子上 好 這個就是 跟我們剛才講的東西是一樣的 好 好 那我們剛剛說 有三個 我們有幾個向線 四個向線 對不對 那我們四個向線 但是我們通常 只用第一向線跟第三向線 好 剛才不是 剛才我們不是說分類 剛才有一個分類投影 我們正投影就是第一向線法 或第三向線法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就跟我們這個有關係 為什麼要做第一向線第三向線 我們為什麼不放在第二跟第四向線 這個圖 這樣看得清楚嗎 我們為什麼不放在第二跟第四向線 而要把它放在第一跟第三向線 所以主要原因就是什麼 你如果放在二次向線 你這樣旋轉之後 像如果把物體放在第二向線 它它的直立投影在這裡 水平投影在這裡 按照我們這樣一旋轉 旋轉結果怎麼樣 從疊在一起 從疊在一起 你要去判斷就比較不好判斷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就不需要那麼麻煩 所以你如果放在第二向線也好 或放在第四向線也好 因為 你今天是要把它的 Vertical跟Hirental 特別是 因為你要把它的Hirental去旋轉 旋轉完之後 你的Vertical跟Hirental 是在同一個面 同一個面上面 這邊 這個上面其實有VP 有這個Vertical 在主機線上有Vertical 但是它主機線上也有Hirental 因為 因為我們剛說過 一旋轉回來 你後面的這一塊 貼上去嘛 所以 你的水平投影在主機線後面這一塊的 貼上去旋轉上去之後 所以在主機線上面 其實它 當然我們 一般看的是Vertical 但是它因為 它放在第二向線 所以它在 原來的水平投影這邊 也會把它拉上來 拉上來之後 就會跟我的原來的 直立投影 的投影圖 就會產生一個Overlap 那這個Overlap 當然就會造成我們 判施的困擾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所以這樣好嗎 VP不會轉到下面去 不會啊 因為它的旋轉就是 VP都固定不動 它只是沿著主機線 去旋轉它的水平投影 所以 所以怎麼樣 所以 它的VP不會往前轉 所以 所以如果你放在第二向線 這個VP不會轉到下面去 它還是維持在這個上面 好 所以同樣的 這是第二向線 那如果在第四向線呢 第四向線 你看它旋轉結果 都跑到哪裡去了 跑到主機線下面 好 所以這樣就不太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 所以我們大概 一般來說就是 把它放在第一向線 或第三向線去看 那 其實第一向線 跟第三向線看 都一樣嘛 只不過 我們說過 我們說過 其實有很多國家都有不同的標準 對不對 我們台灣的叫什麼標準 CNS 對不對 然後呢 美國的 美國什麼標準 ANSI 好 ANS 然後德國 什麼不同的標準 那每個國家 它有不同的標準 所以它們在制圖上面 有的人喜歡 做第一向線投影 有的人喜歡做第三向線投影 所以今天就會產生不同的 其實你要用第一向線 或第三向線 其實都可以 看每個國家的標準 是怎麼樣 但它其實彈的 都是一樣的東西 好 那這是一樣啊 第四向線 放到這邊 結果就 有點 扯在一起 看不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 不是那麼容易看 好 所以這個是 我們的 課本的 第 應該是第六章的部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繼續看 第七章 我們接下來要看線的投影 線的投影 把它應用在這個上面 那你說這個 點的投影 那點的投影放在這個上面 其實更簡單 但是即便是簡單 但是因為它是 點是所有物件的基礎 點是所有物件的基礎 所以點的投影會了之後 我們這可以再更進一步 看線啊 看面啊 或看立體圖的投影 好 休息一下